嗨 你们好 那今天呢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个 我之前有在网上找到一篇我很喜欢的文章 然后读给你们听 心太痛了 好像要死掉 快两年了 我以为我会慢慢忘记你 但痛感告诉我 没有 两年前 你高三 我大一 我们在网络上认识 第一天加微信 第一天在一起 现在想想 是我太随便了吗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 能够被喜爱包围的这种感觉 实在是太好了 后来 第二天分享的东西 收藏 发来的信息 再保存分享 图片 但也真的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没有及时回电话 和消息 算是快要留下吗 其实是还要穿外套的积极 你来到我学校找我 不舍得委屈我 总是将就我 在后来 在后来 后来想想 如果当时 你能少一点耐心 少一点温柔 现在我 应该也不会那么痛了吧 我好像快要忘记你了 我好像快要忘记你了 可是我舍不得 留下的碎片都太深刻了 积极上进的观念 跟进入我声音 来西游签西游手指 来朝我那天 通话时紧张的声音 把我时跳动心 粗汗的后裹紧 看着我害羞一下 拉着我 护着我 疼爱我 把我照片放进书里 直接就戴在手上 说的话记在脑子里 人放在心里 这一次恋爱 真的被很温柔地爱了一次 我真的好想再和你在一起 省一下你不可以 温柔不可以 皮肤感兮不可以 瘦不可以 哪怕手指迁徙都不可以 不能跟我分享歌 不能说喜欢我 跟你有关的 任何东西都不可以 我好像吃不来了 又好像快要忘记你了 记不起来你的脸 声音也要模糊了 太难过了 我不想忘记你 时间越久 有些东西好像也越深刻了 记碎片在脑袋里 越扎越深 抬抬头听听歌都会想起你 你觉得很好笑吧 我也觉得 很多东西我都看不开的 很固执也很无情 我的初恋爱 明明只是短短几个月 却好像弥补了我整个青春 青春期里 别人没有给我的 别人没有给我的 你都给我了 我不舍得你 不想离开你 就算走开 只会更痛 痛感很强 我很热 傻瓜 就说点很辛苦 那今天呢 这个东西就说完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 比较有意思的 或者说 有一些情感的东西 要向我读一下 我也挺喜欢读这种故事的 你们让我分享呢 我就录出来 如果不让我分享呢 留自己偷偷的看 嗯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谁了 待你们有 拜拜 拜拜